同学们好 我们刚刚介绍完了 ngxt return 三个指令 if set return blink 接下来我们对它的最后一个指令进行解释 就是ngxt location 指令 ngxt http 配置主要包括三个曲款 大家都知道 http 协议级别的 含有server是服务器级别 然后location是一个请求级别 协议级别就是我们的http https 然后服务器级别就是根据我们的server name进行区别 location就是你访问的某一条url 然后进行对你区别访问 然后这个location区段呢 它是在server块中配置的 根据不同的url 使用不同的配置来处理不同的请求 然后location是有顺序的 会被第一个pd的location处理 它的语法呢就是location 然后中间是等月 小星尔这些都是它的一些 嗯前缀的就是含义 这个时候不要匹配的内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前缀含义 等于表示精确 匹配优先级是最高 就是你等于的之后你不能换别的 不然我就会报错 除非你给我刚刚好匹配到这个 我才会给你返回内容 然后这个是 小三角到三角 然后小星尔表示 U21以某个常规字符转开头 理解为U21路径即可 就是以什么什么一个字符转 开头的一个东西 然后小星号表示区分大小写的证则匹 匹配 然后 小票号和小星号表示不区分 大小写的证则匹配 这个感叹号小票号表示区分大小写 不匹配的证则 然后这个表示不区分大小写不匹配的 证则 这个小斜杠呢是通用匹配 任何请求都会匹配到 我们后边可以加我们的字符转 也可以不加 然后 s 是内部服务条转 他呢 这个和我们之前讲过的证则匹配 也差不多 他们都大同小异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配置实例 首先是一个 sour name中 日称vd.com呢 他是匹配到这个abc 那么 他匹配的就是 这个小斜杠abc是可以匹配到的 这后边问号pe也是可以的 他后边加个斜杠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你只要给我的访问 路径是我的域名 加上我的一个abc 你后边加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返回内容 当然是我们要有的内容啊 然后就是一个等 等于号呢 他表示必须与指定的模式 精确匹配 也就是说 当你location这用到等于号的时候 你在访问路径的时候 必须跟这个一模一样 不能在他后边添加任何的字符 算 否则他都会给你报错 然后就是这个小飘号表示 指定的正则表达是要区分大小写 当你的location 他有一个小飘号 然后以 abc开头结尾的话 那么你访问的 比如说这种情况abcabc这都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把小写的abc化成大写的abc 他就是错误的 然后就是 飘号和新号表示指定的正则表达是不区分大小写 也就是你 只要用了这个匹配的时候 访问的时候 你不论大小还是小写 他都会给你返回正确的 然后就是这个以 以肩号 然后小三角以后 我们开头的小飘号 类似于无修饰服的行为 也就是 也就是以指定模式不同的是 如果模式匹配 那么停止搜索其他模式 然后关于这几个location的 配置呢 他们的这些 他们都是有优先级的 像他的优先级代表 但带有等于号的是精确匹配 是首先第一个的 然后没有修饰服的精确匹配 然后是正则表达式 然后是带有这个 这个 倒三角小飘号修饰服 他的优先级也就是这几个 等于号 这个 这个 他们几个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这个 比较常用的这个小 就是斜杠呢 他是排在最后的 因为他你只要 任何匹配 所以他都可以给你返回 那么这些呢 就是给大家讲解的location的 匹配 关于location呢 我们其实是在 所有的requite 里边模式中的 都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像我们之前做的实验什么的 这些东西大家 没有必要 非要印记 做的熟练呢 就做的多了 就会熟练的记住他 然后我们常用的 也就一个小斜杠 一个精确匹配 然后其他 还有那些什么 匹配大小写震责 大家记住一些常用的东西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讲解的 关于这个 ngx rewrite的东西